真的沒想到做皮脆肉又滑 而且脆皮比普通的鹽焗雞 新鮮感更多 你這個就是鹽焗雞吧? 沒錯 我以為只是鹽和雞 是 還有這個蔥, 蔥, 五香粉, 沙薑粉 對, 做法很簡單, 真是零失敗 首先把沙薑粉 像你的人 對, 沙薑粉 用新鮮沙薑是嗎? 沙薑粉比較好 沙薑粉的味道比較濃 我現在先調鹽焗雞的醃料 沙薑粉, 鹽, 放一點鹽 加一點油, 把雞打開 為什麼要用油呢? 是 是容易黏著雞, 容易醃到 然後油在表面的時候 我待會用砂紙包著雞的時候 就沒那麼黏的 沒那麼黏的 對 這個可以穩妥嗎? 對 我們把醃雞的材料, 雞身, 雞肚 全部做按摩 尤其是腿部位, 雞翼部位 我們全部都要… 一定要這樣搓 不然它不夠入味, 一定要搓 不然塗上它, 只要搓 除了雞身之外 雞肚, 也要給它一些味道 因為沙薑和鹽混合後 是 很香的 可以很多東西, 但簡單也很好吃 讓你嘗嘗我這個簡單版 你說可以了, 這樣就行了 是啊 如果這麼簡單也可以 真的要嘗嘗我 行的 我一向都會簡單的 好… 接著呢, 為了令它更香 蔥搓出味道 先搓出味道 對 塞在雞肚上 醃就更香了 如果要焗這些, 用肥一點的雞 不是, 瘦一點的雞 因為這個是鹽焗雞 焗完之後還要再燒 你太肥的雞的話 因為燒的時間很短 它不能夠… 油 對, 不夠時間把油逼出來 所以雞就變得脆脆了 肥脆… 剛才我這樣肥脆 好了, 醃完雞之後 我用保鮮紙包起來 放雪櫃, 醃兩個小時左右 兩個小時? 兩個小時可以嗎?不用過夜的人嗎 不用, 過夜也可以 但兩個小時基本上已經夠了 所以入味一點就醃久一點 對 通常都是兩個小時才過夜的 對 好了, 處理完雞, 就做了鹽 就算了, 加上粗鹽 這裡有多少鹽? 八斤左右 八斤嗎? 對, 粗鹽 這些很便宜 除了鹽之外, 五香粉 五香粉? 把香料代替 炒均勻 炒均勻, 炒熱 對, 炒熱 讓鹽吸收五香粉的味道 如果炒熱, 要炒多久? 十多分鐘, 不炒熱 炒到鹽變黃 把鹽吸收五香粉的味道 至少一分鐘 對 真的像炒椒、滑鹽一樣 對 對, 全程都用大火炒 對, 有人說炒完後就不能用 不能用 當然, 炒鹽很粗鞋, 像沙 最好選一種, 家裡不常用 或者快要丟掉 好像這樣很有氣氛 對, 差不多 炒煙, 和鹽吸收五香粉的味道 顏色都變成了 對 對, 好 好, 雞腿醃好了 你先包著, 我先炒著 好 好, 接著我們可以在紙扎店 買這隻專門包鹽焗雞的砂紙 你說我做鹽焗雞, 你放砂紙就行了 大約用兩張 不要太厚, 太厚, 吸不到味道 對, 因為它是透的… 這個透氣 對 這個就算是酒樓也是用這隻的 對…就像包粽, 包荷葉飯一樣 包著, 這樣就可以了嗎? 對, 雞胸向上 然後拿起一點 稍微炒一點 好, 就像一個洞一樣 是 把雞放進去 把雞放進去 剩下的鹽, 烘起來 烘起來 雞放上去的時候, 雞胸要向上 因為焗完後, 雞胸不是全熟 我還要放在焗爐上焗 雞胸的肉比較厚 放在焗爐上焗的時候 雞胸就熟了 對, 開大火 是 焗熱一點鹽 焗到邊邊開始有白煙 就開始計時了 然後改成中火 焗四十分鐘左右 好了, 現在大概四十分鐘左右 可以吃了嗎? 還沒 現在大概七、八成熟 是 還要放在焗爐上 焗脆和焗熟 對 對, 真是還沒熟 還沒熟熟, 還沒熟熟 還沒熟熟和還沒熟, 有什麼分別 對了, 你沒有教中文好 一半成熟就還沒熟熟 現在三、四成熟就還沒熟 這樣吧, 對 我們把紙撕走 再加鹽 熱得… 但聞到很香 對 不過這個真是進階版 因為通常吃鹽焗雞 雞皮是不脆的 對, 這個是脆的 對, 幫我盛一盛 對 好, 完成了 然後預熱焗爐大概220度 220度? 對 再放進去, 焗大約25至30分鐘 令雞肉熟熟, 而且皮脆了 這樣就可以吃了 好, 我先試味道 壓上了 吃, 吃吧 可惡 你看, 好吃 對, 很入味 脆得有腥 是 真的想不到做得皮脆, 肉又滑 對, 雖然有一個家庭版的 五種材料的做法 但一樣很有鹽焗雞的風味 又有焗雞, 又有燒雞的效果 但這個我覺得是…想不到… 你知道我們平時只用鹽焗焗 但這樣我真是第一次見 是, 很聰明嗎? 很聰明 謝謝 而且這個雞吃起來 真正的味道很入味 是 香料的味道都入味, 連骨頭也有味 而且脆皮比普通的鹽焗雞 新鮮感更多 你說鹽焗雞的客家名菜 是 他們所說的鹽焗, 用鹽焗焗煮 不是真的放進焗爐焗 是 但你這個, 用鹽焗焗焗 再放進焗爐焗 還做出不同的滋味 是的, 那你有什麼好滋味? 記住, 限五種材料, 沒得多 對, 五種有多, 四種都可以 當然 期待… 很期待 好